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要来教大家如何在iPhone的iOS15上面 开启邮件隐私安全保护的设定 虽然说距离iOS15正式版上线的时间还有段距离 不过其实我们已经有做过非常多的影片介绍iOS15 这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新功能 包含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这个 全新的邮件隐私安全的设定 大家都知道苹果是一间前所未见 特别注重使用者隐私安全的公司 尤其是我自己体验iOS15到目前为止 最有感的就是隐私安全的设定 尤其在Safari上面 它保护Safari已经到有点过度保护的感觉了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邮件隐私安全 虽然平常感觉不出来 但是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应该有非常多人不知道 其实你在打开Email的时候 寄件者是可以追踪到你这封信被打开 或者是你有没有转寄这封信 甚至是透过这个Email 得知你的IP位置跟实际位置 是不是非常的恐怖呢 那这个最新的iOS15里面呢 只要你开启邮件隐私保护的这个设定呢 对方就没有办法透过Email来追踪你的位置咯 不过在我们开始设定之前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 你必须要使用iPhone内建的这个邮件的APP 才会有效哦 其他第三方的APP 像是Gmail啊或者是Yahoo之类的是没有用的 然后我这边说的是APP不是帐号哦 那帐号你要用哪一家其实都没有差 那我们现在呢 就直接来看一下要在哪里打开这个设定吧 首先呢先打开你的设定 然后去找到你的邮件 邮件这个选项 在密码的下面这边点进去 接着呢大概在中间的地方呢 有一行叫做隐私权保护的设定 那这个部分就是iOS15才有的一个选项 那我们点进去 这边你就会看到有一个选项 叫做保护邮件活动 那我自己其实是没有动过这个选项的 所以预设它应该就是把这个功能打开 那下面呢就有解释说 这个选项到底是用来干嘛的 然后有更多内容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那这边就写说如果你打开这个选项的话呢 对方就没有办法得知你使用Email的习惯啊 或者是你的个人资讯 那它这个是怎么个保护法呢 就是今天你不管有没有打开Email这个APP 或者是打开任何的电子邮件 它都会预设先帮你在背景当中下载所有的Email 那我说下载其实并不是打开的意思 有点像是很多人寄了信给你 那你只是先收下来 但是并没有把它打开 那今天收下来这个动作我们全部都做完之后 对方就没有办法侦测到说 你哪一封信有开哪一封信没开 那它下载邮件的伺服器呢 会随机分配到很多个不一样的代理伺服器 那它的位置可能会跟你的位置相近 但是不会透露出你真正的位置在哪里 总之呢就是这个寄件人 没有办法透过这个Email 来得知你到底有没有打开这封信啊 或者是你的位置在哪里就对了 我们现在按完成 那这个选项我们把它关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下面多了两个选项 叫做隐藏IP位置 或者是阻挡所有远端内容 那隐藏IP位置这一栏非常好理解嘛 但是我有点不清楚这个阻挡所有远端内容的意思是什么 不过最简单的就是大家把这个保护邮件活动这个选项打开就对了 那我觉得这样做非常厉害的就是它并不会牺牲掉你使用Email的便利性 因为你所有的Email都已经在背景好下载了 而且是透过这个代理伺服器下载的 所以这个选项真的非常的有趣 虽然说你平常感觉不出来差别 但是其实这个iPhone默默的在保护你的邮件隐私安全 那除了邮件之外呢 有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Safari的部分 那下一次呢我们再做另外一部影片来讲一下Safari在隐私全保护 这一次更新了哪些的内容 另外呢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学的iPhone教学啊 或者是想要我测试的iOS15新功能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